民歌三五等同是台湾民众35年来的共同记忆 在大家的印象中强调自己唱的歌 清新的学院风格 金韵奖 大学成歌手 都是在民歌时期中一定会提到的重要名词 但其实在民歌界中也有一些非主流的主流歌手 他们虽然是民歌手 但却跳脱大家对民歌手的印象 让现代民歌从诗人 校园的纯真浪漫 转而是拥抱市井小民的现实生活新生 这些民歌手不但让民歌注入了商业化的元素 让民歌迷的年龄层更扩大 歌手本身更是说学逗唱 主持演戏 样样精通 成为了纵意的全才 这些另一类民歌手的代表人物 就是王梦玲和赵树海 今天受邀来到节目现场 由于咱们节目实在太过精彩了 制作单位于是决定分成上下两集播出 今天播出上半段的内容 由王梦玲透露他自己不为人知的一面 以及赵树海的民歌手大爆料 这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来听听他们的民歌创作 当我想走进你的家人 当我想走进你的家人 人家人的民歌手大爆料 炫耀你不游戏显然 不游戏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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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又站在你的门边 却不见义而留在窗前 无限的痛苦埋在心殿 何时才能估计 将心愿实现 哇啦啦啦啦 下雨了 看到大家们都在跑 啪啪啪啪啪 起乘车 他们的生命是特别好 你有钱赚不到 哇啦啦啦啦 临时了 好多人连什么时间老笑 不奈何望着天 淡淡几八都要 感觉天色不对 最好把雨伞排好 不要等雨来了 建议有多有胖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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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Yay 好喔 是不是太好了 今天這個我們的萬歲民歌屋 又再度 對 重金禮聘到兩位 也是民歌手當中的重量級人物 對 要來好好的鄭重來介紹一下 人家打個招呼 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 小莉妳好 莉姐 妳好 怎麼會 公伯 妳好 康康妳好 對啦 兩位老師好 兩位大哥好 兩位前輩好 一路呆久了都叫老師是吧 師父 您好 我是開車的是吧 沒有 其實我們剛剛聽到這兩首歌 其實這個就是二位的創作 是 第一首是這個《紫葉徘徊》 就是趙老師的創作 謝謝妳 然後第二首是《雨中幾景》 王老師的創作 對啊 哇 當時這兩首歌 真的是紅片半邊緝 沒有啦 《雨中幾景》比較紅 這是真的 通常朋友相處 其實那個王大哥算是 民歌手裡面的諧星 對啊 你看那個歌詞 啪啪 嘿嘿那種 以前哪有這種 那是環境所逼 逼不得已 對啊 其實 為什麼 王大哥 其實老實講 職業徘徊就是比較正常 對不對 什麼人玩什麼鳥嘛 對啊 唱到一半啊 你有錢做不到 平常講在下雨天的時候 計程車是非常偉大的 我跟你講只有你受他的氣 他不會受你的氣 平常你會嫌他沒有冷氣 你還不做 下雨天我跟你講他沒冷氣 你照樣要搶著做 對不對 這把新生寫的 他職業徘徊寫得不錯 他那是把他老婆嘛 他老婆不理他 所以他才寫這種歌 以歌聲來感動 其實我覺得 後面的收尾收得不錯 來 你知道今天呢 現場來的這個 我們的公事之友 其實今天是最特別的一次 因為各個年齡層都有 對 對啊 我是奇怪 為什麼有小朋友在做 這個我就 對啊 其實我也很好奇 因為有幾位是上次的 這個我們也有音樂會的時候 對 老主部 對 很喜歡聽民歌 但是小朋友應該是來看我的吧 沒有 我覺得還是要問一下 我來問好了 好 你問一下好了 來問小朋友嗎 對 來… 這兩位小朋友 你們是來看誰的啊 看王夢靈的 看王夢靈的 弟弟乖 看起來那個臉就是 應該要看妳的這個比較像 這一位呢 不知道 妳怎麼會來呢 跟媽媽來的 跟媽媽來的啦 這邊好像還有啊 來 就妳的啊 妳呢 妳是 看黃玉玲的 看黃玉玲 我覺得喔 大家都沒有講出真心話 妳們慢慢做 別這樣嘛 妳要坐計程車 妳有錢做不到 對 可是奇妙的是喔 我們大家印象中的民歌手 都是大學生對不對 然後很清新的這個風格 而且也不太會講什麼笑話 會講笑話還是後期 一般會講笑話都那種 身材開始走樣的時候 才會開始 像李明德啊 不要錄了 我說李明德 我講的是李明德 什麼民歌 民歌地獄嘛 民歌 我是說李明德 他一場下來唱兩首歌而已 什麼給你呆呆 唱這一段 然後講半個鐘頭的故事 對不對 那是他啦 對… 這是王大哥有給他 教了一些什麼嗎 這種風格應該是從你開始的吧 沒有 剛剛要講到 這個民歌手都是大學生 最起碼也是個專科 但是只有我 我的初中都沒畢業 我就跟他們混在一起了 真的啊 真的 我那時候出道的時候 大家都以為我那個文化大學 否認大學 我從來沒否認過 真相大保的今天 真的耶 終於了解了 無私自通啊 彈鋼琴或吉他 貝斯都很厲害 對啊 可是語中疾景 一出來的時候 其實就是你知道嗎 讓大家知道 原來民歌還有另外一種風格 是 對啊 這是真的 你講真的 這是因為語中疾景這首歌 把民歌帶向商業化 原來大家都是輕輕講 大學生買一買 聽一聽對不對 你看旁邊那種不滿意的表情 我已經感覺他 你看得到 不是 我原來以為他質感很不錯 因為他的歌很紅 把民歌推向了高峰 結果他說講的是實話 推向了商業化 這個民歌本來是很清純的 就是這種歌呢 真的是很商業的 對 所以這個商業呢 也提息了這個後勁 也蓬勃了這個民歌 但是也毀了他 因為商業化了 那毀不是毀在我們手上 對 毀在後輩身上 對 對 對 跟我們沒關係 不過今天的二位 真的是當時我們印象中的 民歌手當中比較另類的 對啊 因為其實民歌手 能夠跨足到秀場界的 其實並不多人 那我第一個 對 因為我家裡窮 逼不得已 真的 沒有 因為秀場 有需要很多這個不一樣的表演 對 而且還跨足主持 那也是逼不得已啊 我是因為去做秀做久了 發現很多觀眾 已經越來越不喜歡看我了 我就開始做主持人 不是 他說主持是說我 你接什麼槍 不是 我 我是說講完了就講到你